来来来来 我传说点事 啥事啊 你干啥去啊 我上班去啊 你这个班上不上 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你这个怎么说话呢 我上班怎么没意思呢 我问你 赵刚子 咱们社区是不是要评选 这个社区好家庭啊 对啊 我听说你是评委 是不是啊 是啊 你为什么把这个资格 给让出去了呢 你想想 我当评委 我又住在咱们社区 我自己凭自己不合适吧 哦 你到底 你让给谁了呢 隔壁老王大叔 不是还有一个名额吗 还有一个是三号楼 那个老乔阿姨 哦 我跟你说顺分啊 这俩人可不许跟爸妈说 明白了不 对 跟你说话 你放心 我顺分的嘴最严实 行 我都知道了 顺分 这么保密的事 你怎么知道呢 哎呀 全校区都知道了 街坊邻居们都在为你赵刚子歌功颂德呀 真的吗 哎呀 对不对 街坊邻居们 哎呀都说你赵刚子高风亮节呀 大义凛然呐 大义灭亲呐 你大 大 你大的连连心都 都自拉了丢了 你这怎么不像好话呢 我这就是好话 我告诉你 我这为我们的家庭 我争得荣誉 我 你我的妈呀 等会儿 哎哎哎哎 你为咱们家争荣誉 这荣誉两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怎么那么慎的话呢 对吧 你不对 你肯定有事 我没事 啊 我什么事都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不跟我说实话哈 行 你不说实话 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 大姐夫 大姐夫真有事 你说 我跟你说 这个好家庭 对我前日风今后的事业有帮助啊 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啊 我们企业家协会啊 要评选一位优秀企业家 前提 这位企业家的家庭必须是好家庭 哦 哎呀 顺芬啊 你为什么非得争这个企业家呢 现在我们这个企业家圈里啊 有一股歪风鞋戏 他们说这个 我前日风不正 你说得很对啊 你怎么 你怎么很对啊 这个企业企业家 这种金色招牌啊 那跟好家庭有什么关系呢 是好家庭 我才有资格凭这个企业家呀 哎 到时候企业家再聚会 我就举着牌子进去 我让他们看看 我前日风正不正 哎我的妈呀 这歪得更厉害了 行 你这么着吧 我跟你说 你把那评委的资格要回来 不行 我告诉你 这个荣誉是咱们家的 就是咱们家的 要不是咱们家的 也是咱们家的 那就不是咱们家的了 行啊 赵刚的啊 我跟你单挑 你不干是吧 非得群殴 群殴啥意思啊 马上让你知道 爸妈 哎 媳妇们出来 哎 来了 干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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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 干啥啊 开会 爸爸妈妈 哎 请坐 嗯 你们二老师 我们家的家长 对 你们必须组织 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我先说两句 咱们社区要评选好家庭 赵刚子是评委 和他把这个评委的资格 给让出去了 哎 让就让呗 啥叫让就让呗 心那么大呢 就是 为啥要让出去啊 我觉得 我看我大姑娘做的对 我同意 怎么 我跟你说 你大姐夫做的对 咱们家 是不是构上这个好家庭 对 街坊邻居自有公论 哎 他不当评委 正好可以逼逼贤吧 对 不是 他这样的话 咱家就吃亏了 哎呀 吃亏是福 他把这个资格 让给隔壁王叔了 你吃饱了撑掉 不是 哎 不是 什么玩让给老王啊 他老王他哪有那资格 那老王 老王还不如我呢 那当然了 老王哪比我强啊 那当然了 我可以作证 我爸样样都比王叔高 那是 学亚比他高 嗯 学汤比他高 对 学纸比他更高 这三高他就比 什么呀 爸 爸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了 您看 这么多年了 您在我心目中 其实一直是我的榜样 您看啊 您辛辛苦苦的 拉扯三个女儿长大 要没有他 我就没有幸福的家庭了 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你以后跟人家学学说话 还有 您作为一个丈夫 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是吗 我这些年 之所以跟大米感情这么好 其实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都是跟我学的 可不 你看 您跟我妈这么多年 一直在忍辱负重 是吧 为了顾及我妈的感受 您有点钱就藏起来 那晚上除了钱藏起来 你还有啥高招吗 那没别的啥高招 爸 其实 您真的是怕我妈吗 不是 您是因为爱我妈 老话说 有多大的爱 就有多大的怕 哎呀 老爸啊 我怕死你了 爸 那您说 我把这个评委让过去 对不对 绝对正确 我告诉你 赵刚刚 你就是我们家正义的华春 顺分 我觉得群偶太好了 这一群偶 我就是正能量的代表 对 正 杨拉二正的正 哎呀 我顾约太优秀了 对 你顾约太优秀了 还有一个名额呢 他也让出去了 顺分 还有一个 对 对 我大姐夫不让说 这个人啊 其实以前就是跟你在剧团是同事 哎呀 反正唱什么戏都觉得唱得比你好 穿什么衣服都说比你穿得漂亮 干什么活都说比你利索 我知道了 老乔太太 我可没说啊 不是 我说张刚的 这不愿吗生气啊 你让给谁都行 你为啥偏让给他呀 啊 他干什么活都比我利索 孩子们你们说说 这么些年啊 咱们家我收拾的咋样 你说不利索 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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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的比我长得漂亮 不可能啊 你太太冒真 不在 出了腰就是坤 他说比我唱得好 我在他面前 他就是永远攀登不上去的 猪不拉妈 猪不拉 我连唱都唱不上去 他能攀登不上 妈妈最棒 舍弃把样 妈妈最牛 迷死老头 妈 有句话呀 我想告诉您 您知道乔阿姨 怎么说您的吗 怎么说的 她是这么说的 她说刚才呀 你们岳母啊 在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的偶像 现在呢 您仍然是她的榜样 她可佩服你 她说你看 每天晚上啊 咱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时候 只要你的岳母在前面一跳 那后边所有的叔叔大爷老头们的眼睛都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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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开着你这嘛 所以这事 好几个白内障患者都已经治好了 妈 人家乔阿姨还说了 之所以把这个评委让给她 是因为我避险 很谢谢您 哎呀 她真是这么说的 可不啊 哎呀 刚子 那妈太对不住她了 我错怪她了 你看这事 那您说我把这个评委让给她 对不 对 我姑愿就是特别的获胜 哎呀 你赶紧回来吧 太棒了 扬了二正的正你就是 不是 你媳妇们有什么意见 别着急啊 大米 你有啥意见没有 我跟着老公 二米 小米 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俩也跟着你老公 好 我也跟着你 赵公公 嘿 嘿 大恐怖 嘿 你大恐怖 哎呀 啥的了这是 我请你点事 啊 把我爷爷那评委 要回去吧 这啥呀 他当评委也不选自己家 当不当有啥用呢 你说他是不是职业 不是 你爷说啥了 咱们社区平原好家庭 他说我们家 跟你们家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更可惜的是 说我 跟你们家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可比性 包括你公家 牛奶 我学的不对吗 可倒霉孩子 你看我当个评委 把你踢的 我刚哄你 我当评委 那是领导和群众 被我的心意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 你还 你跟结个比 跟那个比 你说你结个价 哎 你跟哪个能比上 你比 来 你去和那大姑姑比 哎呀 我不和我大姑姑比 我怕鼻死 我俩插着背 你找 你还插着背 你找 我二股 这不也插着背吗 插背 用个头绕起 行说些批划 你算 我 个头能找细盆 哎 那那二姑夫 会做买卖 能挣钱 你比得了吗 哈哈 挣钱算啥呀 有能的比赔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咋的二姑夫 有钱啊 你赔钱 你可真赔不过我呀 我现在还有 三百万的计划 哎 二姑夫 你赢了 哎 真的反的比都比不了 你说你还要和谁比吧 发小恰 跟这个比跟那比 要不然你跟我比呀 我不和小米丽比 我要和你组建五好家庭 将来把他们两边都比 你还看 你还看 你呀 我跟你说 和他们比 你就一样行 啥呀 懵齿 哈哈哈哈 哎 东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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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大爷 全家庭 森哥 哎 社区好家庭 评选结果出来了 真的吗 呦 来来来 看看看看看 哎呀 获得社区好家庭的是 范比利家庭 哎 哎 森哥 哎 长得哥的哥 那人也能发个漂亮的 对 哎 哎 哥哥 哎 你们家获奖了 发表一下货点肯言吧 哎 你先说 爸 说呗 先说 我先说呀 爸我说 行 哎 点声 今天老板铃银举 Bak 我今后一定要在工作中努力的工作 好好干好物业工作 服务好大家 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出现更多的好家庭 好 你必须要做好家务 把孩子培养成一名大学生 等他毕业以后 就到物业当总经理 那个我也说两句 我那个以后多像老王好好的学习 是吧 我管住嘴 迈开腿 把肥镖剪下去 把头发长出来 好 我也说两句 我老米太太 继续勤俭持家 做好我老公的老伴 做好孩子们的妈妈 做好我那即将出生的外孙子的老了 还有我 我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对我的宝宝进行开教了 我以后一定要摆一摆我的驴脾气 然后再也不驴了 找你生个小驴 生个千里马 我从今以后我要脚踏实地 不但好方骛远 好好找我工作 不让家里人再为我担心 争取早点把自己嫁出去 好 太好了 小驴我骗着你 别不给王小乔 用个机会 没有机会 我创造机会 二股 我争取以后 给你家的小妈伦 当三姨子 好 说得好 大伙都说完了 咱们家最该有一位同志要好好地检讨 该同志到现在还没有说话呢 哪儿 哪儿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 特别的幸福 我 我一直说我前身风很正 但是大伙都不相信 但是时间会证明 我前身风是个家庭 最正的 大肚子 大肚子 我正大肚子 光哥 还有一件事啊 这一会儿啊 社区要举行 颁奖晚会 你们家 得出个节目 哎呦 这你出个节目呢 这咋整啊 出节目不正在咱家手背上吧 还别说你妈的传统节目 就咱家现在的广场舞 社区第一 牛肺子 三十二 不正回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